Hello大家好,今天小姨子要带大家看的是一部欲练神功必先捐款的喜剧电影《破坏之王》 男主阿盈是个外卖小哥,一次去武术训练场送外卖时,偶然结识了漂亮妹子阿丽,并深深地爱上了她 可没想到的是,阿盈不仅受到同样喜欢阿丽的教练黑熊羞辱,还被阿丽骂作懦夫 万年聚会的阿盈看到了一张广告牌,上面写着懦夫救星,这让阿盈顿时重振雄风 就这样阿盈认识了主业科蒙拐骗,副业开杂户破的达叔 达叔告诉阿盈,自己是退隐江湖的武林高手,只要跟着自己学功夫,泡的妹子不在话下 为了能追到心中的女神,阿盈交纳了高昂的学费跟着达叔学功夫 一天阿丽被黑熊劫持,阿盈带着加飞猫头套,挺身而住 但拳法太差,情急之下阿盈从高台上抱着黑熊滚下 由此创出了无敌风火轮,可事后却被空手到教练大师兄练功 就这样阿盈看着自己心爱的阿丽和大师兄在一起了 为了证明自己,阿盈向大师兄发起挑战 两人相约一个月后擂台PK 在备战的日子里,阿盈和达叔除了吃喝唱歌就是游泳泡妞 让一直暗中坚实的大师兄屎分不解 很快到了决战的日子,达叔让阿盈用心理战术 比赛开始,阿盈站在擂台上背对着大师兄,一动不动 达叔在台下乱舞刀枪棍棒,正所谓明操可敌,暗箭难防 这一套组合战术打下来让原本心心满满的大师兄审许不已 两个回合都没出招 到了第三回合,阿盈又如角龙出海,死死抱住大师兄不放手 直到比赛结束,虽然大师兄赢了比赛 可观众们都在为阿盈的大难不死喝彩 大师兄这就不愿意了,开始见人就打 最终阿盈使出一招无敌风火轮 成功制服大师兄,抱得美人归,屌丝逆袭 闲鱼翻山是周星驰电影中最常见的人物形象 小人物即便贫穷懦弱,但只要有梦想并且敢于努力 依旧能成为人生大赢家 电影讲完了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